历史穷瑕疵 笑谈历史风云 朋友们好 我是严寒 明朝是我国倒数第二个封建王朝 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封建王朝 明朝从建立之日算起 到现如今 已经六百多年过去了 一切皆过眼烟云 唯一不变的就是那雄伟壮丽的明城墙 大伙都知道 在明城墙建造时 水泥还不存在 少了砖石黏合计 那明城墙为何还能六百年屹立不倒来 依旧雄伟壮丽 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不着急 咱慢慢给大伙倒来 这种粘合材料就是被现代人抛弃的糯米沙浆 糯米沙浆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被建筑工人发明了 主要是将糯米熟石灰石灰岩混合在一起 制成浓度超高的浆糊 这种浆糊具有超高粘性 可以牢牢把砖石结架黏在一起 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材料就是糯米 由于糯米是一种很珍贵的粮食作物 普通人连饭都吃不饱 更不可能把它作为建筑材料了 也只有帝王家 才会用它作为建筑材料 明城墙正是用了这种粘合材料 才会经历六百年风雨飘摇 依旧屹立不倒 雄伟壮丽 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老厉害了 而现如今 有了水泥混泥土等多种先进的粘合材料 糯米也就恢复了本职工作 再次单纯的作为粮食作物 总之 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 辛勤劳作 加上超强智慧 人类生活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智能 好 一起加油 一起奋斗 好 今天先说到这 下期见